各位同学晚上好 今天米勒带大家欣赏一幅 为画家带来一生悲剧性影响的世界级巨著 每个画家一生都会创作很多绘画 有的作品出了名 为画家带来名利双收是常有的事情 可是因为一幅画的影响 让画家变得凄惨落魄 却咸有耳闻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样一幅画 它就是伦伯朗的《夜巡》 伦伯朗在艺术界可谓是想当当的重磅人物 他被誉为是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 而这幅《夜巡》也被列为世界三大名画之一 非常的享誉盛名 世界三大名画除了夜巡以外 还有韦拉斯凯斯的公额 以及家喻户晓的名作《蒙娜丽莎》 这三幅画虽然都被放在一起 并列为三大名画 可是他们带给画家的结局却截然不同 韦拉斯凯斯的公额通过画 西班牙国王的小公主 讨得了国王的欢心 让自己名利双收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更不用说 当时让她被法国国王奉为做上宾 可是同样是巨作 伦伯朗的这幅夜巡 不仅没有让她迈向人生的更高峰 反而将她拉入痛苦的谷底 这是为什么呢 伦伯朗出生于17世纪荷兰 一个叫做莱顿的小镇 他生在一个人丁兴旺的家庭 父母一共有10个儿子 伦伯朗排行老八 他曾经在著名的莱顿大学学习哲学 但很快就觉得哲学没有意思 这个时候 他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花囊当学徒的几年 他已经展露出非常惊人的天分 当时他遇到了一个伯乐 就是荷兰最著名的画家 彼得·拉斯特曼 他看了伦伯朗的习作 就觉得这小子非常有天赋 于是就二号不说 把他收入麾下 拉入了自己的工作室 大家学中学历史的时候都学过 17世纪的荷兰 被称为海上马车夫 因为海洋贸易的发展 荷兰有一段时间支配着世界贸易 东印度公司垄断东亚贸易 长达200年 那时候的荷兰生活复述 经济繁荣 被誉为荷兰的黄金时代 而这个时代也正是孕育艺术的温床 我们知道欧洲早期绘画是宗教产物 都在画各种神话历史故事 都脱离生活非常的不接地气 直到这个黄金时代 才开始出现画老百姓的风俗画 还有画山画水的风景画 当然还有伦伯朗擅长的肖像画 而这个时候因为没有照相机 搞不了自拍 荷兰的很多达官显贵 又想炫富彰显地位 所以那个时候 请画家画肖像画就非常的流行 就因为这个契机 伦伯朗在荷兰的名气 就越发大了起来 他画的肖像不仅有神韵 而且能把绘画对象的气质 彰显得淋漓尽致 慢慢地他的生意越来越好 慕名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 逐渐他觉得自己的名声大起来了 接单又多自己画起来又累 干脆开个培训学校好了 伦伯朗在他23岁的时候 他就开启了自己的名师培训班 徒弟们开始跟着他学习 也出去给名流画肖像 于是在1631年 25岁的伦伯朗达到了他事业的巅峰 可谓是意气风发春风得意 他派人在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 买下了一栋豪宅 带着他庞大的绘画团队入住了进去 并将他设为伦伯朗的艺术培训基地 这个豪宅还有个趣闻 就是在伦伯朗挑选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看好了这个房子的建造时间 是1606年 而这一年刚好是伦伯朗出生的年份 他觉得他跟这个房子非常有缘 就大手一挥卖了下来 有了豪宅以后 他继续壮达自己的团队 他的培训基地最多的时候可达50个学员 可谓是声势豪大 那时候的有钱人不仅自己找人画肖像 他们还喜欢扎堆找人画团体画 由于这种团体画的费用 一般是由所有人平摊的 所以当时的画一般画成这个样子 让所有人排排座 可是以伦伯朗为代表的一批画家 他觉得让所有人排排座太无聊了 他喜欢把他的画画成一个故事 喜欢在他的画里带上情节 所以欣赏画的人就不再是局外人 而是这个戏剧里的参与者 这就使他的画非常的有沉浸感 因为伦伯朗的作品富有故事 而且不呆板 这就是他直接碾压了 同时代的其他肖像画家 就在伦伯朗的巅峰期 一个非常有势力的甲方找到了他 他们就是荷兰的明明连火枪手团 这个火枪手团在当时 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势力团体 当时明明连找到伦伯朗说 你来给我们画一个团体画吧 伦伯朗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 也就是这个奇迹造就了 在后来的时代里 轰动了整个艺术圈的剧作 《夜巡》 伦伯朗对整个明明连做了非常细致的观察和构思 然后把明明连的团体画画成了这个明明连出去巡逻的景象 而事情的转折就发生在交化的这一刻 当甲方们来验收的时候 伦伯朗上交了这幅画 在画部被掀开的一瞬间 首先是所有火枪手的老婆们一起哄堂大笑 然后是各位大佬一看 纷纷勃然大怒 因为火枪手团每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而且他们给伦伯朗交的费用是完全平摊的 每个人交了1600个荷兰金币 大抵相当于现在的3000美金 但这幅画对每个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有些人出了和别人一样的价格 却只能出现在背景里 我们看开头的这几位 他们是有整脸的 而这个哥们只剩下了半张脸 后面的几位人凶 更只能可怜地充当背景 脸都是糊的 我们再看这个大哥 他的脸都直接没有了 就只剩下了一个大钢盔 而这幅画最最奇怪的是 在画面的左下角 竟然画着一个小女孩 腰里还绑着一只死鸡 谁都不知道这个小女孩到底是谁 曾经有一种说法说 这个女孩画的是伦伯朗的妻子萨斯基亚 伦伯朗非常爱她的妻子 在她的很多作品里都描绘了她的妻子 可是如果是妻子的话 那这件事就更扯了 就好像现在一个公司拍大合照 找来一个摄影师 她非要把自己的老婆也拉进来拍进去 是一个道理 甲方们一个个气得吹胡子瞪眼 喊着要她退钱 可是伦伯朗必然是不干的 他认为他的画作不仅是一种创新 而且是真正的艺术 可是他的辩解根本完全无用 明明连完全无法理解 他们认为伦伯朗对他们的基本诉求都没有满足 于是他们对伦伯朗大加抨击 并且把他告上了法庭 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最终伦伯朗官司失败 名誉扫地 伦伯朗的一生中一直经历着家门的不幸 就好像电影里讲的命犯天煞孤星 1636年 第一个孩子出生没到两个月就夭折了 1638年 第二个孩子出生三周就夭折了 1640年 第三个孩子出生一个月就夭折了 而伦伯朗的妻子不到30岁 就也因为肺结核而香消育养 在呕血中死去 而在夜巡的官司失败后 伦伯朗的生育也一落千丈 家门不幸加上生计破败 很快伦伯朗的生活就变得凄惨落魄 而徒弟们在这个时候也不上门了 他的女仆斯托芬最后为他生谢了一个女儿 这件事被教会知道了以后 天天上门辱骂羞辱 1669年 贫困潦倒的伦伯朗 就在这种生活环境下 结束了他自己凄惨落魄的后半生 而这幅画作也和伦伯朗一样 走入了他命途多传的历史 这幅画其实本不应该叫做夜巡 因为他其实画的是白天的初巡景象 但是因为这幅画长期被烟熏 后来被鹅传为夜巡 再后来 这幅画为了躲避战乱 曾经被摘下画框封起来藏于密室 而他曾经还被泼过油漆 上面还有很多刀刻的痕迹 受过非常大的损伤 而这些损伤都比不过 在1715年发生的 对夜巡的最大的一次伤害 之前这幅画一直陈列在 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里 后来为了把它搬出来 有一个人出了一个馊主意 那就是直接把这幅画给锯掉 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的作品 实际上是比实际尺寸要小的 原画的四边都被做了不同程度的裁剪 其中左边的人物被完全切掉了 就变成了现在的羊 有幸的是 在2019年 荷兰博物馆开始了 在历史上对夜巡最大的一次修复工作 并全程网络直播 这使得这幅历经沧桑的世界名画 最终得以还原真容 伦波朗在一生中都不停地 为自己画自画像做记录 总共有80多幅自画像 记录了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 而这些自画像也见证了伦波朗 如潮起潮落般的一生 伦波朗从意气风发风光潇洒 急转直下到破败凌乱的生活 皆因为他的这幅夜巡 但那个时代的偏见 并不影响他被后世标榜称赞 他创作的伦波朗不光法 到现在还被摄影行业 以及绘画行业广泛地使用 伦波朗他在创作时 永远可以选择无功无过 但他由着自己对艺术的追求 给甲方交了自己的答卷 他认为肖像画得先是一个艺术品 其次才是一个人的形象 这是他自己的坚持 其实不单是那个时代 即使是艺术自由度极高的现代 很多艺术工作者 也在面临着一个困境 那就是甲方的要求 和自己的艺术追求 时常冲突着 有时甚至背道而驰 是为了艺术追求饿着肚子 还是为了生活背弃信条 在这个问题上 伦波朗给予了他自己的选择 虽然他因此变得穷困潦倒 可最终这幅群像 也被因此载入史册 如果没有伦波朗 恐怕后世也根本没有人 会认识这个民兵年 罗莫朗在遭遇不幸后 从来没有停下自己绘画的脚步 他一中创造了600多幅油画 2000多幅速写速描 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艺术财富 而自己却因为贫困潦倒 悄无声息地死去 正所谓人生的悲欢离合 都只是一瞬间 而艺术则成为了永恒 罗莫朗在去世前说 我的前半生 只是别人眼中的巅峰 而后半生 才算活出了真实的自己 这种通透 既是艺术家的倔强 也是让它的名字 得以眷刻在 百年艺术历史长河中的原因 所以世界三大名画 我自己最喜欢这部夜巡 与各位共赏